4月4号儿童节是小朋友们最期待的日子 修炼校长王玫瑰儿童节前夕到辖内各个小学 包括幼儿园制证儿童节礼物 发送给每一位小朋友环保保温品有920份 小朋友们拿到礼物都非常开心 校园充满了欢乐气氛 在4月4号儿童节的前夕 修炼校长王玫瑰前往乡辖内各小学 韩富士幼儿园制证儿童节礼物 发送每位宝贝环保保温品920份 我们可以表示孩子是未来主人翁 如何提升部落亲子阅读以及艺文风气 一直是幸福秀龄市政的重要目标 在秀龄下面代表会权力的支持之下 每年透过0到5岁亲子推广阅读计划 富士妈妈以及书香列车巡回服务 青少年阅读计划 乐龄推广阅读活动等计划 已经逐渐看见成效 小朋友在这里要鼓励大家 以后要做社会上有用的人 以后要回馈我们的母校 我们的老师 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来回馈我们的部落 回馈我们的社会 在这里祝福我们小朋友 儿童节快乐 优工读书 喜欢运动 在家里是个孝顺的孩子 在学校是一个听话的学生 回家一定要跟爸爸妈妈 还有阿公妈妈 常常说主语好不好 好 我们让我们的主语生活化就好 因为在生活常常使用 就不会忘记 我们的主语也就不会 医师会主语 不然的话我们的主语都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主语生活化 你很自然的学习他 我们会表示 在校做一名好学生 在校做一个好孩子 在社会上 做有贡献的公民 从小做起 从现在做起 把握正确的人生行向 再次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儿童节快乐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